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站在一座巨大的迷宫里了 迷宫前面是一大片森林 原来这里是迷宫森林呀 好吧 我就来挑战这个迷宫 走啊走走啊走 死路 回去重走 又是死路 这可比想象的要难多了 有一个地方走着走着 路变成了河 你看他这边走着走着 路绕到了树上面 小朋友太遗憾了 不管朝哪边走都是死路 这个迷宫也太难走了 清太在大风云里彻底迷路了 这时他听见从远处传来了一阵哭声 清太朝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 原来是一只小熊在哭 小熊 你怎么了 我迷路了 哥哥哥 你能帮我找到家吗 对不起 我没空帮你 因为我也迷路了 清太 清太丢下小熊走了 小熊又扯着嗓子哭了起来 不管走多远 他都能听到小熊的哭声 清太又回到了小熊的身边 好吧 我来帮你找你的家 不过到底朝哪边走 才能找到你的家呢 清太朝着太阳的方向走去 因为他觉得小熊的家可能在那边 我饿了 清太说 于是小熊跑进森林里 采回来一大堆树莓果和醋粒果 他们俩吃完果子 又继续上路了 可是不管怎么找 还是找不到小熊的家 太阳落山了 他们俩 鑿進樹窟窿里 緊緊的挨在一起 然后一起哭了起来 哭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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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onen 它们就累了,睡着了 月亮也出来了,猫头鹰也出来了,咕咕 哎呀,怎么会在这里? 早上小熊妈妈把头探进了树窟窿里 谢谢你把我的宝宝带回来 不过你是不是在找迷宫的出口? 迷宫的出口在那边 迷宫的出口是树梢的小洞,一定要记住啊 谢谢熊妈妈 出口是树梢的小洞,好奇怪的出口啊 小朋友,你终于走到这里来了 你是谁? 我是迷宫王国的魔法师 你如果想继续朝前走,就必须变成小鸟 长颈鹿,或是青虫 你选一个吧 我选青虫 什么? 青虫? 你比我想比较聪明 青太奇魔法师把自己变成一条青虫 小心点,半岛上别被螳螂给吃了 嘿嘿嘿,有这么多条腿,走起路来好好玩 没走多久,突然一只螳螂的脸从草丛里露了出来 好肥的一条青虫啊,那我就不客气了 螳螂要吃青虫了 好灵活的青虫啊,这回你可逃不掉了 就在这危急时刻,青太逃到了一块大石头底下 螳螂围着大石头,懊恼的转了几圈,也没发现青太,只好死心走掉了 青太从石头底下爬出来一看,边上有棵大树 青太朝大树上爬去 青太好不容易才爬到了石头墙的小洞旁 原来,熊妈妈说的那个小洞就是这里啊 青太沿着石头隧道朝前爬去 一爬出隧道,青太就变回原来的样子了 我成功了 不过,要是那时候熊妈妈不告诉我出口在哪里 我就出不来了 讲完了